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宜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今天是10月29号 星期天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好 大家都知道我今年最大的 这个新闻就是我结婚了 你知道结婚了之后 很多人都会说 啊 宜佩 你竟然结婚了 你怎么会往婚姻这个坑里面跳呢 因为在里面的人就会 在里面的人会知道里面的苦 还有心酸血泪 在外面的人不知道 在外面的人就会往里面跳 好 我不知道这一位演艺圈的 我前辈大哥 他待会会不会这么劝我 不过他最近年底有一个舞台剧 就是在讲婚姻 而且不是在讲 单只讲婚姻 在讲婚姻里面的大小事 还有包括了出轨 哇 这个出轨 这个事就非同小可 真的感觉整个世界会弄很大 是果陀剧场的年底压轴巨线 这一个舞台剧叫做 你和我和他的真相 听起来也蛮饶口的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影帝 曲中恒曲哥 宜佩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曲中恒 来 曲哥 你会劝我吗 你会觉得说我干嘛结婚 我刚刚讲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很多反应 没有没有不要这么说 是不是现在一开麦讲的时候 每个人对婚姻不一样嘛 然后每个人遇到的另一半也是 个性有差别嘛 是是是 那您在婚姻经营了这么多年了 您的心有什么心得吗 我的心得就是真的要很有耐心 为什么讲话会必摧这样子 有必摧吗 有有有 真的要很有耐心 对啊 很有耐心要包容 然后要退让 这个是做一个老公 一个丈夫 一个爸爸 我这二十多年来的心得 而且你还设这么多孩子 所以你说起来应该是满坑满谷 满腹的爸爸经 对啊 我说起来应该是五个孩子的爸爸 对 Vicky姐算爸爸 算一个女儿 算一个女儿 最大的女儿 对 最大的女儿 对啊 你用这种心情跟老婆相处 应该会比较能够 走得长远一点 对 然后 其实我觉得曲哥讲到一个重点 婚姻要经营 其实要有很多的忍让跟退让 要有包容 不然那些诗歌怎么都是这样写的 爱是要忍耐 要包容 而且 虽然我这边是 我这一方是这么说 对 但你怎么知道你的老婆没有包容呢 没有退让呢 对 对 对 没错 那你现在演的这个果头的戏 这个你和我和他的真相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戏啊 其实是讲外遇 讲婚姻当作的外遇 对 的戏 一开始就是 这个这个没关系 这个这个不是那个破梗 对 对 一开始 我跟赖亚言就躺在床上 然后 这个一开始赖亚言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喜欢跟你做爱 哇 现在尺度都要挑战这么大的 对 我跟 我其实就是 但是你跟亚言不是 不是一对 不是夫妻 对 亚言是我好朋友的太太 哇 还睡好友的太太 不是说朋友妻不可戏吗 反正戏嘛 就是这 就是在戏里面可以 呃 实现这种幻想 没错 对对对 一开始就是 你们是两对夫妻 对因为这个其实就讲外遇 而不是讲婚姻 哦 不是讲婚姻是讲外遇 是讲外遇 对 你那外遇要讲一百分钟啊 听说是戏一百分钟耶 对一百分钟 没有 没有中场休息 哦 对 那你在这个男主角外遇的情况之下 如何去圆谎 如何去红女人 如何去欺骗自己的朋友 嗯 对 那比较一个大的这种 不能剧透的是 我提醒一下好了 对 就是说 你怎么知道只有我在偷情呢 哦 我懂了 其实搞不好是各玩 你觉得你自己最聪明 其实可能 可能你才是被蒙在鼓里 其实我听过一句话 嗯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 你不要说男人偷情啦 嗯 女人如果真的要在婚姻里面 红性出墙 或者是要搞三年四的 女人的手法 其实是比男人更精明 跟更高明 而且抓不胜 抓防不胜防啊 更没有破绽 没错 因为男人其实是很容易 露出破绽的一个生活 男人是自以为聪明 聪明 对 女人是真的怕露馅嘛 嗯 对 所以特别小心 没错 但是这个作品 听说是不是一个改编的作品 是 它是百老汇的剧本 百老汇的剧本 对 然后因为杨士鹏导演 今天已经87岁了 87岁了 对 就是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演这个作品 我怕他退休了 因为他是非常优秀的导演 是 然后他在百老汇待过了20年左右 哇 他在那边导戏 他也是 很强耶 那这个我也好想演 他也是 莎士比亚协会的会长 干了十多年 这么厉害 就华人来讲 亚洲导演来讲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对 很少很少人有这种经历 对 所以我很有幸地 在2013年就开始跟他合作 是 对 然后之后他的每一出戏 我几乎都有演 嗯 对 之前有哪几个戏是他导的 《抢钱的世界》 对 《谁家老婆上错床》 谁家老婆上错床 我知道 嗯 还有一出是 虽然不是他导 但是是他 透过他取得的剧本 嗯 就是 是art 嗯 对 art我还看了两次 嗯 art我好喜欢 然后还有一出是 原名叫做 《悲怜上帝的女儿》 嗯 后来 呃 我们那个 果陀改名 上帝的儿女 嗯 是讲一个 龙人 女人 嗯 然后碰到了 手语老师 就是我 我饰演的手语老师 《悲怜上帝的女儿》 也是百老汇的剧本 然后 后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被好莱坞翻拍成电影 嗯 这个剧本已经卖了很多国家了 嗯 了解 剧作家只有一个 一个条件 就是说 他可以很便宜的 卖出版权 但是 这个女 女主角一定要是 真正的聋哑人士 嗯 有她的坚持 对 有她的坚持 我懂我懂 我记得我们 2018年 演这出戏的时候 那个剧作家的经纪人 还特别从 纽约 飞来台北 她就是要看这个女主角 蛤 对 她就是看这个女主角 看王小叔 是 是 我好像有印象这个作品 对 她确定了王小叔 真的是 聋哑人士 对 她曾愿意 了解 对啊 这个是个坚持 也是非常 这个也是 出自杨士鹏 杨导演 嗯 然后这一出是 等于是第四出 跟杨导的合作 对 那重点是因为我自己没有跟杨导合作过 但是你说能够让曲歌就是折服到不行 然后一定希望还是要跟杨导合作 杨导有什么样的魅力 她在导戏的过程 或是她对于剧本的解读 一定有您很佩服的地方 当然 第一个就是说 她是一个 其实她讲话还是有一点点江浙湘英的一个老先生 但是她的英文非常非常棒 她可能十二三岁就 因为她是常年在纽约工作啊 对 对啊 然后她这个 她以前也唱京剧 嗯 所以她是中文好 英文也好 好厉害 所以她翻译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到位 没错没错 一定是非常精准 嗯 对 然后她也是 因为她这么多年在百老汇的经验 所以说她挑剧本会特别的 要精挑戏 精挑戏选特别的好 然后特别的符合台湾的剧场 对 所以说我还蛮喜欢演她挑的剧本 我光是听到你前面在讲这些 你们戏都还没开始拍 我票就想买了 没有啊 因为你要说要常年要待在百老汇工作的一个导演 是 然后她挑剧本 她看这么多作品 她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合作 她看这么多优秀的舞台剧的剧本 她当然要挑一个又符合台湾的故事 让台湾观众也会买单 让台湾剧场界 然后观众也都会很喜欢的 然后再加上要符合时事 要符合大家 对大家的口味很重要 再加上她看这么多的优秀演员 那你们又是被精挑戏选出来的四个 就是两男两女 这出戏就只有四个演员 四个演员 然后你光是讲这样子 我就觉得这票不应该买吗 87岁的导演了 在常年在白老汇工作的导演 好 这一出戏叫做 你和我和她的真相 你跟我跟她的真相 但是真相只有一个 真相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晓得 这是新的戏嘛 不晓得说 大家要进剧场 才会知道真相是什么 观众之后 再来跟曲哥好好聊聊 今天雨天 每天都想你 Hug Radio 是我扬起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10月29号礼拜天 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宜沛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曲中恒 曲哥要聊的这部戏 是果陀剧场 年底的压轴好戏 叫做你和我和她的真相 其实我觉得 果陀在近几年来做的戏 虽然很多是改编剧本 但是我觉得改编的 都非常的到位 很多人都会说 看改编剧本 会不会是有一个 时空背景下 很难融入 但我跟你说 你们这些演员太厉害 我那天才去看 诚哥跟从哥 演那个 冒牌天使 冒牌天使 也是一个改编剧本 是 但他们改的 真的是有够台湾味 有够好笑的 尤其是我觉得 诚诚跟从从 两位演员 他会把台词 改得非常的 因为他们有 他们的 很多综艺 综艺节目出身 没错 他们知道效果在哪里 或者是要怎么改 还有很多谐音 就只有台湾人会懂 是的 然后他们两个又好松 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说 我说他们哪里肉 还是松 还是哪里松 不是不是 是说两位前辈 他们表演是很放松 在那种很放松的 丢结状态里面 我觉得是 就看他们两个就好了 很精很厉害 那这一次呢 你和我和他的真相 他是讲一个 就不像是冒牌天使 他只是讲两个逃犯 那你现在要讲这个 你和我和他的真相 是讲两对夫妻的外遇 其实外遇 台湾的题材 不会觉得有点禁忌吗 虽然这是在社会上 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是 但是你说要把它 搬到舞台去 然后直接把外遇的 现场影给你看 如果你很认真 讨论这个外遇的问题 就严肃了 如果你是用一种 喜剧的角度去出发 然后就 大家在笑声当中 你就不会这么严厉的 批判这个 这么严肃的话题 你如果是在当下 被外遇的人 你其实真的笑不出来 我被外遇 你是被外遇的人 我戴绿帽 你是戴绿帽的人 你笑得出来吗 我笑不出来 是否 对啊 所以你们在演给观众看的时候 观众要接收到什么 可能是笑着笑着就哭了 或者是说你其实 有些观众进来 他搞不好 真的知道他的另外一半 正在外遇 有时候要不要揭穿 那就是一线之隔 有时候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为了什么 不揭穿是有不揭穿的苦衷 你说真的要揭穿 揭穿了之后 然后大家要怎么办呢 那也是很难抉择的事情 对啦 但是每个人 有每个人不同的状况 那在这个戏里面呢 你跟另外一位男性演员 流量组 你跟斗哥是很要好的朋友 是的 然后斗哥的妻子是亚妍 然后你的妻子是 阿德 蔡燦德 蔡燦德 对 阿德怎么了 阿德哪里不好 为什么要吃上朋友的妻子呢 呃 这个一开始就没有讲原因 没有讲原因 一开始就已经偷上了 哈哈哈哈 有时候偷上不需要原因的 对啊 一开始就已经 就是外遇的场景 对 你知道吗 对 然后就是外遇的话题 然后但是就是 男生当然是比较那个 一得到了就想离开 就想走 哦 对啊 但是呢 女生还在跟他倾途爱意 哦 还在觉得 啊 我觉得好温暖 我们两个关系这样 可是他不喜欢这样子的关系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男的还说 我的袜子呢 哈哈 这种东西 我觉得光是听屈哥 在讲这个opening 我觉得就有很多可以聊 这就是男人 跟女人对于外遇 如果女人真的要外遇 他是真爱这个男人 是 因为女人要背负的社会舆论 要背负的东西太多 男人要跟你外遇 有可能是为了肉体 是 男人在跟你外遇 还在找袜子 女人还会想要跟你讲说 我们是为了再温存一点 我们的未来是什么 女人会有好多规划未来 你不要这样匆匆就离去 然后这个男人还说 我这个衣服 有没有整理好啊 我这个口红印到底擦掉了没啊 我的袜子呢 这会让女人很煞风景啊 是啊 然后当然这个戏也是 就是在这个言语之中 你晓得吗 言语之中就是透露了很多 幽默感也好啦 或者是男女的心态也好啦 各方面的 对 这个是一个很着重 语言的一出戏 是很着重语言的一出戏 是 是说言语的交锋 或者是喜剧的堆叠 或者是什么的 对对对 或者是你在墙变 有没有 譬如说 这个男主角回到家里面对着阿德 你今天去哪 你有去开会吗 我有 我说什么 诶你今天去哪 你有去开会吗 有哦 我还碰到了那个谁谁谁 哦那那个人怎么样 他最近近况如何 哦对啊 他不太好啊 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今天在街上 遇到这个人 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戏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外遇男就要开始去解释 去转去圆他的谎 这样 然后最后 最后圆不下去就开始生气 对 怪跟怪兴 对对对 这样子 男人是不是都同一个套路啊 也不一定 只要你行着正坐的端 就不必编这些谎 那你说这一出戏会不会是让女人有个 我觉得女人很适合进来看这些 看那个男人在 这个男人的嘴啊 那个那种说谎的鬼啊 然后就是看男人真的在外遇 然后在编故事 在骗人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哪些征兆 其实女人是要知道的 是 对 我觉得其实你不要说外遇那么严重了 你就包括晚回家 晚回家哦 有没有 有时贪玩跟兄弟聚会 你晚回家 你都要编那个理由 其实就已经很 很硬拗 很坚强 对啊 那屈哥你自己私下生活 你个人回到你个人本身 你有没有因为跟兄弟然后晚回家 然后要编什么理由 然后Vicky姐买单吗 我有跟兄弟晚回家 但是他从来不会去为难我 哦 你们家是在 因为他跟姐妹出去 更晚回家 我喜欢 我就想说Vicky姐应该会来个更晚回家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 不要说几点回家 几点回家 有时候兄弟或者是姐妹 他在一起 你就是没有办法 这么早走 而且重点是有时候 我常常会觉得聚会 那有谁谁谁 朋友的另外一半 答案问他说你要几点回家 他跟他抓什么 在半小时 半小时应该就是两个小时 对 应该是 那个时间很难拿 你回家都半小时了 对啊 你那个话题一开 或是正讲到一半 正讲到信头上 大家正嗨的时候 正讨论到嗨的时候 你说真的要回家 要抓那个时间 要起身拿东西走人 这样实在是太为难人家了 所以我说你们家的这个规定是好的 就是不要说规定人家说几点要回家 对 可是我跟你讲 这社会上就是有那么千百种人 有些人就是会规定 有些人男女之间相处关系 就会规定说 我觉得你就是要几点回家 你说今天怎样 跟兄弟出去是不是 来最晚一点回家够晚了吧 来一点之后 为什么还没回家 你为什么又待那么晚 然后男人就要编码 对啊 然后就要想各种理由 我跟你讲 日本啊 好几年前 有一个在讲外遇的一个日剧 就那个外遇的日剧 一演完 我马上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对 心情被洗到我很同情那个外遇的对象 然后我就觉得他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不对 因为我觉得男女之间的相处是要有一种 我觉得还是要有火花 然后也许是还是要有彼此 还是互相要有 要有一些化学元素在里面 如果是真正的完全没有了 然后你跟另外一半倾土说 我今天发生什么事 另外一半也都没有在听的话 这个感情会越来越越会走向分歧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再遇到了一个对你很好的人或什么的 这就是你知道婚姻是一件要走很长远的事 不是说我跟你交往 明天就可以跟你分手 不是这样 是是是 没错 那在这个剧本里面 你跟亚颜看起来的对手戏是会比较多一些了 阿德跟亚颜其实是差不多的 Balance的 Balance的 反而是跟我的最好朋友刘亮卓演的那个角色 稍微气少一点点 那你在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 然后斗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 我在里面是事业有成 然后呢 比较活泼的一个个性 然后他是被裁员了 斗哥是被裁员了 对啊 每天都闷闷不乐这样 我跟你讲 为什么斗哥最近演的角色都是被裁员 都是被裁员耶 果陀这个戏他也被裁员 故事工厂那个装子拼法他也被裁员 就是很不得志 好 我们先庆个广告 为什么斗哥最近都是这种角色 广告中马上回来 今天是10月29号礼拜天早上10点钟 在节目现场是屈中恒屈哥 果陀年度的大戏叫做 你和我和他的真相 两男两女一百分钟绝无人场 绝对不下场 而且一开始就是我好喜欢跟你做爱 是什么样一个经典的开场版 这个剧本是导演有修过的吗 还是就是opening就是要摆这样 他几乎是照着原版的剧本 然后一句一句的翻的 真的啊 他一定要把那个精髓给翻出来 没错 所以那个导演是自己亲自在 他每次都是自己翻译的 他的本都是自己翻译的 很强耶 包括art可能也都是他翻译的 art是他翻译的 对 当年2003年art首演的时候 在排练的过程中 其实当然啦 莉莉群 莉群哥 然后顾榜明老师 金士杰老师 他们三个人当然有就是在碰撞的时候 在排戏的时候 当然有把词弄得更丰富一点 然后更符合这个我们台湾的社会背景一点 那我看了已经是第二版了耶 我看的是曲歌 然后诚哥跟亮哥演的 对 我们其实我们很幸运 就是说有三位老前辈已经把这个骨架给弄得那么好 我好喜欢那个戏 对 然后我们去演 了解 那所以你和我和他的真相 他的那个几乎也是按照原著去改 就是去翻译出来的 是 了解 所以一开始这个戏到底是一个会让大家哭的戏 还是会让大家笑的戏 我觉得还是笑 是笑啊 对 我还以为还笑出来 笑或者是到某一些情节可能是 哇 真的假的 会是这样吗 是不是 对 还是有点意外这样子 因为曲歌你演过那么多舞台剧 你自己在 你知道有演员在拿到一个剧本 你会不会很激动 会不会很兴奋 会不会很想要赶快拍戏 其实我觉得就是 会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真的 那我当然有噩梦的时候 并不是说那出戏不好 但是 因为我 我认为我自己可能会搞不定 这次可能会砸锅 你都要砸锅 那我们这些小朋友怎么办 就是那个啊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上帝的儿女 真的 因为我从头到尾 我是演一个手语老师 我从头到尾 我气 我几乎也没下台啊 嗯 我的 我其实我对白量太大了 譬如说我跟王小叔 我最最重要的对手是 王小叔 对啊 王小叔比什么 我要讲出来 嗯 然后我要再边比边讲 他比的我要讲出来 观众才知道是什么 没错 没错 然后我要边比边讲我的对白 嗯 所以那阵子手语是你的梦夜吧 梦夜 而且排练还不到两个月 那其实很密集耶 我每天都非常非常痛苦耶 而且我真的是到了最后关头耶 最后手演前一周 我才可以从头比到尾 超难的 不拿剧本 我跟你讲那种 前一周 前一周啊 导演都 导演也很紧张啊 所有人都很紧张啊 那个很可怕耶 那非常非常可怕 对啊 那个是我的梦魇啊 嗯 但是我还是完成了 嗯 所以我说你哪一种关卡没过过 可是那个也太惊险 我不要死了太多细胞了啦 死了太多脑细胞了 真的 那个压力太大 因为通常你要在 手演之前的一个月 你就会开始要整排 要整排一整排二要休息 然后你竟然到前一周 你才不要拿 完全不要拿剧本 那对于整个剧组来说 是崩溃了一件事 而且你那么老屁股了 所以那其实挑战是很大 剧团的那个 那个主管都一直来排练场 想说我们票都卖差不多 那个徐哥你 你你你你 你这特别丢本了 那当然不会就是说 那当然今天要怎么样 今天还好吗 什么什么 其实他就看你 行行啊 我们这出戏 现在 那现在这个戏呢 你和我和他的真相 应该没有这种问题吧 虽然也是一百分都不下场 呃 那我对养岛的工作方式 我是非常有信心 嗯 因为他就是那种 白老汇那一套 嗯 譬如说你在台上 白老汇是哪一套啊 我想知道 台上一分钟的戏 就用一个小时去排 你认真 对啊 对啊 是这样子啊 他们就 就这个时间的比例算起来 对 我的意思说 要修到这么这么的戏 对 嗯 就是一个小时 当然不是 前一分钟 我们来 花一个小时来前一分钟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要以平均average 你真的要到上台 你要演出 其实平均一分钟的戏 你就是要花一个小时 在修 在精雕戏组 在排 修 精雕戏组 这样子 没错 对 然后这种方式是蛮有效率的 所以说他时间定的也很内容 呃 该什么时候 我们譬如说排了 两周了 该丢本啦 好不好 尽量咯 对 我们就是 两周就要丢本 尽量丢本 尽量 当然 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精准啦 对 那就尽量嘛 你也有给自己一点压力嘛 然后就尽量记得 尽量记得 因为你熟记在脑子里 你才可能会有变化 没错 没错 对不对 你才可能会有 哎 我这边要多一个什么 嗯 但如果你 你时都还没记熟 你怎么去 我懂我懂 对呀 哎 屈哥那 你这样听起来 你是背稿机器了 我还好 我还好 这个大家都比不过 那个 那个范瑞君的 哦 他超厉害 范瑞君有一个 有一个刺激 嗯 我想在剧场界 三十年以后 还是有人 会有人提的 是不是哪一个戏 那个 如梦之梦 没错 如梦之梦 八小时的戏 嗯 听说他很快上手 他是救火上手 救火上手 因为另外一个重感冒 声音已经变成这样了 就没办法上台 女生耶 声音变成这样 因为我很想看 如梦之梦 但我没看到 但我就听说瑞君解释 完全救火 然后立马就这样接起来 然后就上台 当然他不是从头到尾 八小时都有他的戏 但是他的主要 我们是分四段 超强的 他主要是在第二段 但是第二段 他一上台就没有下台 大概也是一百分钟 嗯 超级强 对 他早上十点来拍戏 下午四点上台 好可怕 这三十年后 还是可以拿来说耶 对啊 因为没有人可以吗 那他为什么可以啊 他就是不知道 我跟你讲 我是那个没有办法 我如果没有经过 一直排练 我是背不起来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印记台子 我也没办法 我完全没有 我必须要用身体 去记忆那个台子 对 或者是地位 没错没错 我要看走位 就是我要走到这里 或者是对方 给你的回复这一句话 对 我才会接着上 我没办法自己 我没办法自己 背台子的人 所以我才觉得 舞台剧 如果这个舞台剧 一百分钟不下台 那他台词的量 一定很多 是 那必须要排了 要撞了 你才会知道 对 然后必须有对手 有地位 有场景 我才可以记住 帮助我记忆 这样子 没错 那来聊聊 另外三位演员 那个曲歌平常 之前有跟他们合作过吗 雅妍我没有第一次 所以雅妍很紧张 然后我也觉得 没有合作过 挺期待的 这样子 所以说雅妍 这两天有约我 约我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在排练之前 我们先来对词好不好 这样子 对啊 我可能会跟她 对两次 了解 对 就是说剧本看完之后 大家也比较熟悉 读本了吗 还没 还没读 对 之前有读过了 但是是好多年前 因为其实这一出戏 本来18年就要做 哦 真的 18年我就答应杨导演 哦 对 可是后来因为 一些原因没有做 反而是上帝的儿女 先做 先做了 就那个手语的 哦 崩溃的那种 哦 我觉得几年之后 你还是会拿出来说 哦 那个 我说曲歌你演过最难 会让你最崩溃 上帝的儿女 上帝的儿女 就是这一出了 哦 也不要再有崩溃的 但亚言崩溃的点是什么 他现在比较紧张的点会是什么 在他这个角色里面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没有跟导演合作过吧 嗯 对啊 那其实如果他又演 那么多的戏剧经验 然后他其实舞台剧的经验 现在也不少 对啊 我认为他起码演过三五出了吧 有有有 其他剧团的戏他也有演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可是你回想起来 我在 我在演了三五出之后 再接的信息 我还是很紧张啊 我还是会紧张的 对啊 我听到 我听到前辈这么说啊 我就放心了 我们最怕那种前辈进来就说 哎 哎怎么样 一被丢本了吗 然后是哎 怎么样哎 不是吧 这是不是应该就要 马上就要来 如果前辈跟我说 哎 没有啊 其实我也是会很紧张 其实会让我们就会比较安心 我觉得我觉得有这种前辈都是依老卖老 你知道吗 你说 如果说如果说他完全不紧张 那他也没有跑到哪里去 嗯 我觉得舞台剧这种东西 你就是要有一点紧张 对 你的focus才会 没错 才会 你的专注力才会够 要不然你就等着在台上出球 没错 就是太放松 就是螺丝松了就很容易出球 对 戏最可怕的就是在演了 你自己觉得很有自信 很有把握的时候 没错 而且你觉得稳定了 你就等着出球 那天就是魔鬼场 只要有人觉得说 哎 很安定 大家就在后台说 没问题啊 什么的 聊天干嘛 聊天干嘛 就等着腊肠 没错 就会有人腊肠 就会有人出球 然后道具就没放上来 是 我上次演了一出戏也是 演到第三场第四场 就觉得好像都稳定 因为手演一定会超紧张 没有人可以螺丝松掉 第四场第五场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 好像已经稳定了 观众也都买买单的 笑点也都有中什么的 都OK 我上去拿第一个道具 就发现我转身 那个道具根本不在那里 傻爆眼 马上倒汗 我马上心想说 怎么办 就是我那时候 头脑要想 那两百种解决方式 他想说要怎么办 好 那这一个戏 斗哥是什么角色 在这个戏里面 什么样的性格 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有一点失智 不是 气急 我的意思是 就是对啊 就是公司也被 对不对 被裁员了 你刚刚说失智 我想说 不是倒数了什么 最后什么十四堂 星期二的课 我想说 应该不是金士杰老师 我说的财语啦 不得志 不得志 对 然后就正在找工作 是 然后刚刚好像 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 是一个不错的工作 对 对 就是处于这样子的状态 对 然后 那他跟他太太 在戏里面 我说在戏里面 跟亚言的感情是好吗 跟感情也是有一点 就是老夫老妻 了解 表面上他自己认为 没什么不好 对 但是也就是老夫老妻 没有什么火花了 或者激情了这样子 对 那你是什么损友 你怎么会吃上 好友的老婆 对 就是觉得 觉得可以 觉得OK嘛 对 然后 其实对他还是有一点点 小小的愧疚 想要积极地帮他去 找工作 对 然后希望让他好 表面上是很担心他 对 你有没有曾经有听说过 有跟这个剧情一样的案例 如果男人真的是 譬如说 有 那男人跟男人之间 这我好想知道 男人跟男人之间 然后再见面 然后再怎么样 我们在圈内 你一定有听过 多少有听过一些 是 广告中你来分享 跟戏无关 但是还是要帮戏宣传 好不好 你和我和他的真相 大家上网买票 过头的戏 广告中马上回来 青天雨天 每一天都像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POP RADIO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 最有近 好 今天回到节目现场 在国陀剧场年度 压轴的剧线 叫做 你和我和他的真相 其实一百分钟 要挑战四位演员 在台上 绝无冷场 也不能下场 也没有办法休息的情况之下 对于体力 对于台词 然后对于什么任何状况 反正演员一上去 就没办法下来 所以其实是一个 很紧凑的戏 是 当然 对于四位演员 只有我 没有时间 下场休息 其他的三位 其他的可以啊 我是 轮流对这三位 哦 对 那其实就是 一个演员 你在 舞台演员 你在 演出之前 不管是演出之前 是演出当中 你都要保持身体健康 你要了解你 最近的身体状态 然后 上台前 也不要吃得太饱 也不要不吃 对 而且重点是 你也没办法补充水分 是 那但是看排戏吧 看排戏 看哪个当中 我可以喝一口水 对啊对啊 就是在道具上 没错 谁好了这样子 没错没错 不然其实对你来说 要一直用嗓子 而且你说 要讲一百分 要讲一百分钟的话 其实是一件 体力上很大的负荷 是 但是 你话说回来 对演员来讲 也是非常过瘾的事情 超过瘾的 对 就很爽 其实我最近 蛮喜欢演那种 中场不要休息的戏 就一口气 一气喝成 然后观众看了 也觉得很爽 然后演员演完 也觉得超爽 对 很有成就感 是真的超爽 就觉得说 天哪 就这样一百分钟 这样过 我就在台上 又这样又那样的 然后就这样过了 是 就觉得是一件 很过瘾的 很了不起的事情 没错 好 居哥来补充一下 如果男人 因为你这个戏里面 你跟斗哥是两个好朋友 但是你睡上了他的太太 但是如果男人真实的情况之下 真的发生这种事情 男人 接下来遇到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你有曾经听过吗 我听过 我听过 那是朋友的朋友 有这种情况 他们两个是好哥们 好哥们 对啊 结果其中一个 就是看上了 另一个的老婆 对 另一个老婆 也个性也很活泼 然后也就 就睡上 对 勾搭上了 对 两个人就勾搭上了 然后也被这个 戴绿帽的老公知道了 是 对 一开始当时 就互相就不爽了 对 甚至于还大大出手 对 可是没多久 这个戴绿帽的 就跟这个他的 原来的老婆呢 就离了婚了 离婚了 对 就离婚了 离婚了没多久 又跟这个 他的好朋友 好哥们 也就继续联络了 男人是会这样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 男人是不是真的 观念里面就是 女人如衣服 但是兄弟就是一辈子 没有 我觉得不一定 要看个性吧 对啊 就是 我觉得更多男人会是 都不要了 两边都不要 对 不要兄弟 也不要老婆了 那这一出戏是 哪一种 没有演到这么 后面 没有演到这么后面 对 但是我觉得 一出戏啊 好看的点在于 你不要给观众答案 答案在观众 自己的心中 其实这一出戏 也有一点开放式结局 后面的问题 自己去想吧 其实我现在蛮喜欢 台湾的电影作品 或是舞台剧作品 都是开放式结局 因为你没有办法 给观众任何答案 你有没有办法 帮他们的人生 当人生导师 或是指点迷惊 因为答案 其实都在他们心里 但是开放式结局 也有各种不同的 想象空间吗 各种不同的 开放式结局 你懂吗 譬如说 我曾经演过一部电影 叫做运转手之恋 那我最后 到底死了没有呢 然后也没有答案 那电影拍的后面 就拍的很 很开放式结局 但是呢 我的苦恼是 到这两年 还是有人问我说 那最后到底你死了没 最后到底是怎么样 导演这样拍 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到20多年后了 还是会有人问 对 还是会有人问 我也很想要问 李奥纳多那个陀螺 那个转来之后 它到底是 是现实 还是那是虚幻 还是在它 某一个想象空间 那应该是现实吧 我就很想知道啊 也是那么多人过去 我还想说 那个陀螺后来倒下来了没 还是有继续转 是否 所以这是有意思的点 好 果陀这个戏呢 而且是年底压轴 是在什么时候演 12月Christmas那一周 12月22 23 24 在台北城市舞台 一共有四场 然后再隔一周 1月6号 7号 在台中的中山堂 再隔一周 1月的14号 当天是有下午场 晚上场 两场 在高雄的智德堂 哦 很棒耶 这样就有照顾到 北中南的观众朋友 都可以进场来看 而且城市舞台 整修完了之后 听说椅子坐起来很舒服 虽然我一直都还没有 坐到观众期 我都在台上演出 我上上个礼拜才刚演完一出 我们都还没有坐到观众期啊 因为我们都在台上演出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可以来支持你和我和他的真相 果陀的戏上网买票 今天谢谢全球